变态你心目中最好的藏尸地在哪 或许这个农村老汉会给你一个满意答案 在这个蜿蜒曲折的山洞里 一个男人整整躺了三年 从肉体变白骨 若不是老汉的好奇心 这个男人不知在这个洞里还要躺多少个三年 时间2010年12月30日 地点广西状足自治区德宝县 这天一大早 赵小兰的丈夫黄云飞一大早就慌慌张张的出门了 直到晚上赵小兰打电话询问丈夫回家是否吃饭 却发现对方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直到深夜心急如焚的赵小兰隐约感到了一次不妙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丈夫发来的短信 大概内容是去外地完了 不要太担心自己 可将短信内容看了几遍后发现 短信内容没有标点符号 然而自己丈夫发信息都会使用标点符号 赵小兰敏感的意识的丈夫应该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她只好向当地派出所进行求助 得到这个警情后 当地派出所也是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警力对黄云飞进行了查找 以及对她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可这一调查 竟发现黄云飞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虽然她平时是德宝县一家信用社的工作人员 平时负责放贷和收账 可贝蒂私自使用信用社资金来放高利贷 社会关系十分复杂 这让警方一时间无法确定 黄云飞是某些原因卷款潜逃 还是因社会关系处理不当被人控制 甚至已经遇害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警方没有放弃对黄云飞的寻找 直到2011年2月初 德宝警方在临线找到了黄云飞的汽车 通过技术人员的初步勘查 他们发现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已经被取走 而且车上还有大量血迹 难道这些血迹都是黄云飞所流 经技术人员的检测和对比 他们意外的发现 这些血迹都不是黄云飞所流 而是另外一个男子流的 种种迹象让警方有点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难道黄云飞在自己车上行凶后 现在潜逃了 各个猜测接踵而来 可由于能得到的线索少之甚少 很多猜测都得不到验证 案件一度变得无计可查 甚至快要变成悬案 案件的转机发生在2014年7月 也就是三年后 德宝县静德镇的徐大叔像往常一样 来到自家田地采摘一些野菜 随着天气的变热 徐大叔只好来到小时候 经常来玩的山洞里 随着孩子们的在外定居 童年人的阴阳两个 曾经的乐园已经没人再来 为了回味下童年的乐趣 徐大叔借着手机灯光来到洞里 可就是这一句 童年乐趣变成了童年阴阳 很快 德宝县公安局的行侦技术人员 相继来到了案发现场 通过勘查 现场是一个外宽里窄的山洞 里面的洞也分为两部分 越走越狭窄 一共走了20多米 技术人员才发现 10堆下的尸体 如此多的使坏 技术人员第一时间排除了 死者为自杀的可能性 由于洞内空间过于狭窄 技术人员只好将尸体 转移到洞口进行勘查 经过进一步的尸检 法医得出 死者为一名男性 年龄在45岁到50岁之间 全身上下没一块完整肌肉 皮肤也已经皮革化 从而 法医推断出 死者的死亡时间在三年以上 可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男子的死亡 这个山洞是否为第一现场呢 在通过法医进一步勘查后 他们发现 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 再结合现场痕迹 法医给出了最终结果 死者是被人用刀 在其他地方刺死后 进而被抛尸与山洞中 很明显 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 杀人抛尸案 通过前期的勘查 警方得到了这起案件的性质 同时在对案发现场勘查时 他们发现这个山洞很掩蔽 内部环境很复杂 如果不是当地人的话 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个山洞可以藏尸 所以 警方首先将凶手认定为 德宝县本地人 一般这种抛尸案 一旦查出死者身份 就可以很快破案 眼下 最重要的就是得到死者身份 然而 在现场 警方并没有发现 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东西 除了尸体 死者还留下一串钥匙 和遇害时所穿衣物 这是一件西装外套 由此能判定出 死者应该不是周边的农民 应该是一个商人 或者是一个有工作的人 随后 侦察员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方圆十公里为半径 对周边群众做了走访调查 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类似人员 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此时 法医那儿传来一个好消息 通过DNA对比 山洞中发现的死者正是三年前失踪的黄云飞 虽然大家一直有准备 但真正知道黄云飞已经死亡 而且是被人杀害 这不免让人难以接受 当得知死者身份后 警方就需要从黄云飞的社会关系进行入手 可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 当年很多线索已经消失 警方调查取证的难度可想而知 就当警方不知从何处下手时 黄云飞的妻子张小兰给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黄云飞失踪当天 是出去讨债了一个信用社的业务员 加上背地里还在放高利贷 黄云飞能找谁讨债呢 随后 警方从黄云飞的身边人开始查击 终于 警方从黄云飞朋友那儿得知 在2010年12月30日上午 黄云飞和两个朋友一起出去讨债过 当时他们一起到乡下讨了一万多元的债 但这些债务都是正轨的 直到下午 黄云飞也要办其他事为由 将两个朋友送回县城后 就去其他地方办事了 通过调查 当时和黄云飞一起讨债的两个朋友 因没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排除了嫌疑 黄云飞与朋友分别后 又去做什么事了呢 这时 妻子赵小兰再次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 她曾经整理家里的借条时 发现其中一张借款人叫农建墙的借条已经不在了 黄云飞在12月30日下午 可能是去找农建墙讨债了 而且在当天下午 黄云飞给她打过一次电话 说自己要去八头乡 通过调查 在八头乡的确有一个叫农建墙的人 难道农建墙就是此案的犯罪嫌疑人 随即 警方打算去八头乡免费请农建墙喝喝茶 可最后得到的结果有如一盆冷水泼在警方身上 八头乡的农建墙与死者黄云飞根本不认识 同时也没有任何借贷关系 这说明妻子赵小兰提供的线索有误 然而赵小兰并不认为自己提供的线索有误 而且很肯定的说 丈夫失踪当天就是去找一个叫农建墙的人要债 那会不会由于时间过长 赵小兰将位置记错了 警方将农建墙这个姓名输入到系统中 看看德宝县还有哪个地区有人叫这个名字的 很快警方就查到德宝县叫这个名字的人只有两个 而且另外一个就在德宝县靖德镇 这个位置对于警方来说太熟悉不过了 这正是找到黄云飞尸体的所在村镇 种种迹象表明 靖德镇的农建墙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通过调查 农建墙是当地的一个小包公投 有意好赌 经常到处借钱 而且农建墙还是警方网上通缉的罪犯 在2013年 农建墙和儿子农俊杰因债务纠纷 将债主打伤 儿子农俊杰当场被抓 而农建墙逃之遥遥 有了这些证据 警方不得不给农建墙免费送一副银手桌 那他与这起杀人抛尸案会有关系吗 警方想到了之前在汽车内提取到的血迹 加上农建墙的儿子已经被捕 系统中肯定有他的DNA信息 通过遗传学原理 就可以判定凶手是否为农建墙 在经过法医仔细且专业的比对后 给农建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好消息是 将血迹与儿子比对后发现 具有亲子关系 这说明农建墙的儿子是亲生的 坏消息是 警方知道了农建墙是一个杀人犯 2014年9月26日 德宝警方免费给农建墙送了一副银手桌 面对铁证 农建墙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高利贷 在2008年底 农建墙因承包一些工程需要借钱 由于朋友亲人都不给他借 他只好向黄云飞借了1万元的高利贷 可让农建墙没想到的是 一年后 1万元的欠款变成了6万3千元 这让农建墙很疑惑 甚至有了不偿还债务的想法 案发当天 眼看总是要不到欠款的黄云飞找到了农建墙 并亲自开车接上农建墙 让他去找亲戚朋友 能借一点就还一点 然而 农建墙的亲戚朋友早已不给这个赌鬼借钱了 直到晚上 两人都没借到一分钱 回来的路上 黄云飞感到很生气 现在不仅拿不到6万元的欠款 甚至连1万元的本金都快拿不到 两人在车上吵了起来 两个都在气头上的男人 越吵越生气 以至于动起手来 黄云飞拿出尖刀 首先刺伤了农建墙 这就是为什么车内有农建墙血迹的原因 可瘦弱的黄云飞再是农建墙的对手 他很快就被农建墙制服 手中刀也落到农建墙手上 此时 黄云飞想到了逃跑 打红眼的农建墙紧跟起后 并将其残忍杀害 之后 农建墙拿走黄云飞的手机 以及自己的借条 接着将黄云飞的尸体 藏在自家屋旁的山洞里 最后将黄云飞的汽车抛弃在林县 从而来干扰警方破案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2015年9月7日 农建墙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对此 农建墙没有选择上送